那你今天来想干嘛呢 我想跟他分手 那我不想分手 你跟我老实坦白 你这段时间怎么了 我这段时间不是刚找到工作吗 然后那个工作是一方面 然后平时跟同事出去喝喝酒 对吧 玩一玩 然后男生们该没点自己的时间呀 有时候周六日歇个假 就睡一睡 是不是觉得恢复单身特别快乐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就是那一年多 谈恋爱 那不也还有他了吗 还没有恢复单身 我就是摆设 就名义上女朋友 别人一问 有个女朋友 然后也不用花心思 就还挺挺话挺乖的 就这种的 是不是过去从认识 到谈恋爱开始就没分开过 差不多 所以突然觉得呼吸新鲜空气了 他不在了 打游戏也能上分了 没人管吧 你也没人管吧 男生是这么个心理 好不容易 可是女生一腔热血呀 暑假我都没回家 我来陪你 是吧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了 我情何以堪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那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怎么来调整吧 现在小孩谈恋爱 有一些看他们长不大 有一些看他们长太快 就你们这种 瞬间在这么大学毕业一年之内 就迅速进入老夫老妻的 这个模式状态也很神奇 一两个月没见面是吗 在同城 一个月没有两个月 一个月没见面是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为什么我说你们提前进入一个老夫老妻的模式 对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真不想分手是吗 我肯定不想跟他分手 你爱他吗 我感觉我爱他 我提好几回分手了 我都没回过他 我就是不想跟他分手 才不回他的 我爱他 我不想跟他分手 但是我不想陪他 看着他就烦 我跟他说一遍我就烦 我怎么都不高兴 我这也不高兴 那也不高兴 在一起都不高兴 但是我就不要跟他分手 有没有觉得自我矛盾 那倒没有 你能解释这个自我矛盾吗 我感觉我平时假如跟他聊天什么的 有时候也挺开心的 感谢您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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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